啊我們最主要是講到這個新增資料把資料好除了說可以寫到以sale之外另外也可以寫到資料庫 那一樣是一個蘿蔔一個坑特別注意就是說因為裡面的資料我們通通都是數字啊所以比較單純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文字的話特別注意文字跟數字處理起來不一樣因為文字的話 數字部分的話直接放個A就好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文字的話必須要告訴他是字串所以通常我們字串會加什麼呢 如果是在程式裡面是加雙引號 可是如果說的話我們今天是在那個SQL譯法因為SQL譯法裡面呢雙引號已經被被用掉了 所以通常如果文字的話前後是加單引號取代 所以這一點要特別是後面那個範例會講到 那我們實際上我在這邊設一個中斷我們只足一足足房來跑比如說設中斷點 好這邊是個中斷點 然後讓程式不要一下跑完我們就讓這個 足房來看喔 那這中斷點就是說呢因為 我們直接讓不能按F8 原來按F8其實 你在點擊的時候裡面這個地方沒辦法按F8 他會直接一下子跑完 所以之前我教各位按F8 是在程式碼裡面 可是如果在表單裡面你就沒辦法暫停 那如果你要暫停的話特別是可以設所謂的中斷點 中斷點直接點擊在 旁邊那個灰色的地方他就有個中斷 那程式就會跑到那邊就停下來了 那比如說我一樣再做一次 比如說900萬 OK然後 1.6 20年 計算完之後的話會新增一筆 OK一筆 然後按下新增資料庫他會把這一筆資料寫到資料庫裡面去 所以按下這個地方的話 程式剛好會停在這裡因為我在這邊也是個中斷點 那你可以藉由什麼F8 再到這邊有沒有 慢慢去組航 一樣嘛前面是我建立一個那個 這邊的話 把傳遞參數有沒有看到 其實傳遞 我因為把這個地方傳過來 所以 這個地方他就會怎麼樣呢 把值怎麼樣 複製一份 傳送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呢 這個所謂的傳遞參數就是我把 那一筆記 就是在Excel裡面那個Excel R 應該是第18列的那個 那一列資料 分別怎麼樣傳遞過來 傳遞給這個 這個是一個 副程式 接收到之後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利用ADO Connection 不過這一題 這個地方其實 我們有宣告一個ADO 這個Connection跟RecordSet 那因為這裡 RecordSet我前面講過說 RecordSet在查詢的時候用的到 可是其實在那個 我們 就是在 那一陣子